棋哥足球是1994年3月4日由EA社 以前日本足球代表監督巴西國族棋哥為封面標題的足球遊戲 那這部足球遊戲是怎麼跟成了遊戲承擔關係的呢? 棋哥足球因為它的遊戲反而類的設計問題 讓玩家操縱困難,而被認定為FUNGAIN 除了要用紅白機操縱鼠標的天才設計以外 還有遊戲優化比同期遊戲還差的缺點 於是因為大量的自銷,除了免費發送以外 價值額也從定價9800日元跌到10日元 因為論天堂不承認色情遊戲 於是C5企劃的人員就將歪腦筋動到棋哥足球上 將大量自銷的棋哥足球低價購入 然後再將其暴改成SM調教師統 在近年,C5的員工就有收到遊戲雜誌GAMLOVE的採訪 他是這麼舉例的 就好比不符合規定的車是不能販賣的 但是購買合法的車 再將它違法改造賣到中午車行就可以合法 以上跟大家分享,我是朵堅波